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国民党发动22线市的议会党团 31号的上午是同步举行的记者会 当然花莲县议会国民党团也同步的进行 抗议政府开放美猪的进口 为换取政治利益,竟然牺牲国民的健康 国民党团也要求花莲县政府 在10月份的定期大会当中 要提出相关的自治条例 送县议会来审议 确保花莲县民的健康 在国民党团收进长谢国荣的带领之下 8位国民党及县议员齐声抗议 反对中央开放美猪进口 顾健康,去美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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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发动22线市议会党团 31号上午同步举行记者会 花莲县议会国民党团同步进行 抗议政府开放美猪进口 为换取政治利益,竟牺牲了国民健康 瘦肉菌这个问题严重下期的话 对我们的应付很大的危害 包括我们所有的老百姓 身体的心脊的问题 心脏的问题也特别的严重 所以今天我们党官特别来开出这个会议 拒绝这个养猪进口 那我们当地的,所谓我们前省的养猪户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自己购聘自己已经足够了 我们不需要这个进口的能力进来 现在的执政党应该要必须 与当时他们在在野的时候的同样的标准 来执行这个议题,美猪美牛的议题 第二个也会要求我们花莲县的教育单位 在校园从进口开始 我们全面不准也不允许使用这个美猪美牛 给我们的下一代的孩童去使用 人民的健康真的是很重要 就像当初核食的问题 现在又美猪的问题 那是我们人民的这个健康与哪里 所以还是要呼吁所有的人 去重视这样的一个议题 台湾人的一个身体健康 是什么呢,目不在目的的话 那他们凭什么执政 所以说要顾及健康 要拒绝美猪 反对我们的瘦肉精 这是我们现今的想法 要维护我们的健康 维护我们下半辈子 维护我们台湾的未来 国人的健康 才是我们优先考量的一个 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谈石鞍 但是我们的执政党 反而是反其道而行 真的是罔顾民意 罔顾民主 像我们花莲宪院绝对配合中央 一定全力的拒绝美猪来进口 因为为了国人的健康 以及安全着想 全力拒绝 国民党团也要求花莲宪政府 在10月份定期纳会开议前 提出相关的制制条例 送县议会来审议 以确保花莲宪民的健康 不健康 去美猪 借刘明胜 花莲宪报道